记者林彦均,专访网红小玉因拍摄无,头的实验性影片 引起粉丝注意,YouTube频道在两年内达到百万订 月的高人气,两年前小玉因弟弟尊接触徒步 而行业,刚开始粉丝只有100人,突然增至5万人让 小玉更有自信,决定全新投入并持之以恒,看到我地转 很多,我也想做做看,靠我地的光环,有一天我的粉丝数 突然爆开来,网红小玉在专访中自负人格,不,记 这张一中设小玉自学剪接,其画影片,现在每支影片有 搭档笑笑上顾目,其他程序几乎是他一手包办,小玉 说每个镜头呈现出欢乐气氛,其实在拍摄时都一连拍二 三次才成功,有时候还拍到几冲突,镜头外他会和笑笑音 接耿的效果争吵,正式开拍又马上抛掉情趣,别人觉得 我们的影片好笑,我们其实并不觉得,但能得到笑声的反 会,我就满足了,小玉的影片曾出现跳舞属家,泡近有 一百包泡面的浴缸,七百万钞票浴等让人看傻的行为 有些甚至让人觉得是自虐,小玉虽遭受酸民攻击,仍 不受影响坚持做自己,当网红跟艺人做一样的事,我会 觉得无聊,为什么不当一个出头鸟做疯狂的事情,一定要 有人当屁孩,没有人愿意当,我可以当,网红小玉字 任私下行为平凡,不,记者张艺中设小玉透露和弟弟 从小想法就与众不同,小时候没有个性相合的朋友,常感 到孤单,直到接触渡国工作后,从观看影片的粉丝回应找到共鸣 我们兄弟从小是两个怪小孩,和其他小孩的调性不同,频率跟人搭不上 小玉体验住豪宅,不,翻设自YouTube,小玉谈到自己的人格 小玉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自认私下很平凡,在影片中显现出另一个 自己,她把小时候幻想,好奇的事物,借 有影片呈现结果,小玉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她是童年一 想天开,天马行空的角色,年龄大约九,十岁,小 玉拍摄实验性影片,图,翻设自YouTube,小玉 小玉笑说有时候拍完影片后,会感到一阵空虚,她曾租 下一艘游艇,当船开到海中央时,她没有兴奋的感觉,反 而是心想花了好多钱到底在干嘛,她曾花了五,六万 租一栋豪宅,享受富豪生活,但到了晚上,住在里面觉得 无聊,好想回家,但是钱已经花了不能走,好尴尬 小玉实验把客厅变成气球乐园,图,翻设自客 对,小玉